如果你只想現身不現身 這樣我講得很清楚 就是我只想我在這裡 我找後面這個投影片 我想要告訴各位說 老師在這邊這個簡報要注意什麼 可是我不要錄自己的畫面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用這裡 有沒有發現有個錄字旁白 但是要注意一下 因為我們預設一張投影片多長 這是3秒鐘 所以你要先預留一下空間 就那個時間你要先留出來 不然他那個聲音就錄到那邊3秒就停了 所以假設我先給他150好了 150秒 或者要更長都可以 我就Enter 後面反正很長的 那你就找找看來這邊 我從這邊開始講 你看這裡有沒有錄字旁白的選項 這邊是你可以去選擇 你到底是哪一個錄聲音的 哪一個錄聲音的 哪一個是你的麥克風 去確認一下 其實平常在錄 我還是建議各位 如果可以的話 用網路攝影機 比較沒有任何問題 因為如果你單買麥克風 不同的電腦 音效卡都不一樣 出來的也許大小聲 或者要設定的比較多 但是你用網路攝影機 他的麥克風就插進去就固定了 就比較一致一點 好 確定 好 設定好了 我們如果學完了這個 一小時學神次之後 他就會取得這個證書 我就錄這一段就好 我把它停 有沒有錄一段在這裡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看喔 因為我現在比較小 我把它稍微縮短一點 是不是在這邊 你就來這裡看一下 把累一下 我們如果學完了這個 一小時學神次之後 他就會取得 這樣是不是就只出聲就好了 那麼萬一 萬一什麼 萬一說 我連剛剛這個 我在錄的時候 我們如果學 你看 我們如果 中間我還給它斷 停一下 這樣不好聽 怎麼辦 不要忘記 剪接功能把它拿出來 我放大一點 在這一段 是不是空白了 因為有時候 你會稍微思考一下嘛 所以我就把這一段 還記不記得剛剛我們怎麼做 是不是這樣 選起來 把它拿掉 聲音也可以這樣剪 那我們再聽你試看看喔 我們如果學完了這個 一小時學神 這樣老師就可以不用整個重錄了嘛 對不對 甚至呢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我這一段移到後面去也可以啊 你在補錄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都OK 假設還有一個情形就是 你的麥克風真的很小聲的 其實你可以發現 我現在這個音量 有沒有稍微比較小聲 從那個聲波就可以看得出來 請問有沒有調整音量的工具 有 哦 在這裡 你按右鍵 有一個 欸 叫做什麼 音頻 啊 不用不用 從這裡 這裡有一個加跟減 有看到了嗎 你從這邊就好了 我就從這邊 按一下 啊 你剛剛太小聲了 再大一點 再大一點 有沒有比較大聲 因為我們有時候怕 你那個不同天錄的 我們如果學完了這個 其實你一般來講 我如果要錄 錄聲音的話 或錄影 我通常會盡量同一天完成 不同天 不一樣的心情 錄出來的感覺不一樣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所以可以的話 就是我會期待同一個時間錄完 你再去做剪接 這樣會比較OK 這樣有沒有了解的 給你玩玩看 啊不行 你不能玩抱歉 只有兩個人 可以跟我一起玩而已 就是剛剛有拿那兩個麥克風 所以反正這個部分 你可以自己回家玩玩看 好